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走的也是挺不错 但是在我自己过个人的状况 在中间中断十几天大约 我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我修的我的觉醒状况 跟我一切我修过来的状况都消失了 那我当时就是觉得很失落 因为一切失去了 后来得到阿布朗的帮助 我又修福了 当我修福之后 我就再花了几天 我就觉得蛮不错 我又修回来了 但是当我修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不断不断的追 不断的去让自己有成就 我把我自己的我忘记了 当我得到很好的修行 但是我把自己把我忘记了的时候 其实这不是这个修行的目的 所以在结束的前四天吧 我的状况又消失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给我的一个学习 当这个状况消失以后 我就是觉得我是太挫败了 我觉得快要结束了 我已经是没有希望了 那阿布朗给我一句话 就是非常的感动我 他说阿布朗就是你失去一切 但是你要从零开始 不要放弃 那一句话就让我感动 在一个野外进行的过程中 有一个教导 就是我们不愿意觉醒 我不愿意觉醒 那我深深的感动我 在那个静心里面 我看到佛陀在我心里 那我真的看到我自己有佛的一面 当我愿意跟我内在的我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所以当我愿意陪伴我自己 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期许不断地陪伴我自己 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深刻 我们追求的觉醒 但是当我愿意陪伴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那个期许不断陪伴自己 脑袋是空空的 我就爱我自己 一步一步的跟我自己一起 我就发现不是静心才有这个状况 我们走路生活上也可以有这种感受 那我那个状态又完全恢复过来了 那在过程中呢 我觉得我感受很深的 就是在那个意识本我那个练习中 那个静心中 当我按照Avalon的教导 我去做这个静心的时候 我感受到大自然传染的像一个地球的 这个野外空间是好大好大一个圆形的地球 那个视野宽展得很大很大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深的感受 还有呢 那个存在本我那个练习中 其实我有两次那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完全进入我的灵魂 有两次我都是完全空下来 整个人盯在那里 完全是在一个空的状态 这个这个经验有两次 我觉得是非常珍贵 所以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个21天的披荆 真的是一个福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专门 Apps